大家好,这里是三期电影,本期我们来看一波真实事件改变的洞穴冒险影片《夺命深渊》 故事发生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新几内亚,精通潜水的资深探险家弗兰克正带着一些队友在附近探险 他接受了富山卡尔的资助,准备进入一个巨大的洞穴探险 这个洞穴被人称为洞穴之母,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最深,结构最复杂最危险,但却是最美丽的洞穴 卡尔带着女友玛丽和弗兰克的儿子乔来到这里,他为弗兰克缓慢的进度感到不满 因为这次探险已经拖了四年时间,并且弗兰克的队伍在地下两公里处准备了一个多月 卡尔希望洞穴探险可以尽快开始,两人的交谈不太愉快 于是卡尔决定亲自参与这次行动,而乔也一直不被父亲看好 为了证明自己,他带着玛丽与卡尔一起进入了地下,负责两人争论了一番 弗兰克决定带着一名女队员先潜入水中探路 在通过一处狭窄的水下通道时,女队员差点被卡住 她只有甩掉备用氧气瓶继续前进 不久后二人进入一个非常壮观的心动穴 返回时,女队员的氧气罐意外破裂 弗兰克决定冒险与她共用氧气 但女队员因为对缺氧的恐惧而陷入了极度惊慌 拼命抢夺弗兰克的面罩 弗兰克用力夺回面罩 女队员因恐慌很快溺水而死 之后,乔认为是父亲害死了女队员 尽管队友小胡子告诉她 弗兰克在那种情形下选择与人共用氧气 已经是十分冒险 但乔对弗兰克很不理解 而就在此时,地面上天气突变 下起了超级暴雨 通讯器因此被毁 弗兰克联系不到上面的队员 于是安排乔等人回去查看情况 在他们上升了一段之后 暴雨形成的洪水突然倾泻下来 乔本有机会立刻回到地面 但他担心父亲的安全 还是与一名男队员折返了回去 此时洪水已经泄到洞底 弗兰克组织大家向上爬 刚好遇到返回的乔 所有人顺着他绑好的安全绳 陆续爬出狭窄的通道口 就在玛丽准备通过时 乔发现洞口石头开始松动 于是警告玛丽不要乱动 但自负的玛丽不听劝告 结果连累男队员一起摔了下去 滑落的石头堵住了唯一的去路 剩下的人不得不另寻出路 路上弗兰克建议玛丽 穿上死去女队员的潜水服 遭到玛丽的强烈反对 原因是他不想穿死人的衣服 弗兰克对他的表现很生气 这时刚才摔下去的男队员 顺着水流飘了过来 他在崖壁上撞得筋骨劲端 已经无药可救 弗兰克为了减少他的痛苦 忍痛结束了他的生命 幸存的五人顺着之前弗兰克 发现了那处水下窄道寻找出路 玛丽在通过时同样陷入了惊慌 在弗兰克的帮助下 他有惊无险地游了过来 但水下的低温让他差点冻僵 他此时才意识到 自己的任性差点害死自己 上岸后他们继续向前走 小胡子发觉自己患上了潜水减压症 已经无法继续行走 为了不连累大家 他为队友悄悄留下了氧气瓶 然后躲在一个偏僻的洞口 静静地等待死亡 其他四人寻找无果后 只有继续前进 不久后 他们又遇到一处凶险的悬崖 崖底洪水湍急 这一次乔克服了恐惧 自告奋勇爬下了崖壁 来到另一边将绳索绑好 三人顺着绳索爬过去 不幸的是玛丽的头发 卡在绳索的连接处 疼痛让他失去了理智 尽管弗兰克一直嘱咐他不要惊慌 但玛丽还是拿出了刀 挣扎着要割断头发 慌乱的动作 让他不小心割到了绳子 不但自己掉进水中淹死 还连带着两个氧气瓶也落了水 这一下剩余的三人 只能依靠仅剩的一个氧气瓶 卡尔眼见女友淹死 将责任都推到了弗兰克头上 在三人准备通过一处溪流时 卡尔竟然自己背着氧气瓶下了水 将弗兰克父子丢在了原地 弗兰克以为他们死定了 绝望地躺在地上 但乔还没有放弃 他意外从崖壁上发现了蝙蝠的粪便 蝙蝠怕水 它能够飞到这里 就说明附近一定有出口 于是父子俩重新振奋精神 寻找出口 经过一番生死考验 父子俩也终于兵士前前 经过努力 他们找到了出口 但这里距离最近的地面 也有几十米高 人力无法爬出去 于是他们决定原地休息一晚 再想办法 这时氧气耗尽的卡尔逃到了这里 他解释自己是由于害怕 才抛下队友的 弗兰克并没有记恨他 还给了他食物冲击 不久后 玛丽的尸体飘了过来 弗兰克将他身上的氧气瓶取下 卡尔为了抢夺氧气瓶 竟然偷袭了弗兰克 还将他拖到尖锐的石头上撞伤 乔愤怒地与卡尔扭打在一起 最终将他打晕 但弗兰克已经被石头刺伤了肺 他不愿面对漫长的痛苦 于是要求乔将他淹死 乔忍痛将父亲放入水中 这一刻 他也终于明白了 父亲当初淹死队友的心情 乔用仅剩的一小瓶氧气潜入水中 遇到了被淹死的卡尔 终究还是恶有恶报 但氧气很快就耗尽了 乔凭借着岩壁上的气孔呼吸 终于在快要窒息的最后一刻 看到了光线 奋力冲出水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部小成本的冒险片 但氛围营造的相当到位 特别是潜水系 真的给人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观影时会不由地跟着角色一同缺氧 紧张感十足 喜欢冒险电影的朋友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